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另外有一個師兄 是香港的師兄吧 他好像也是到過XX那裡 然后,他最后就失眠,然后又是幻听,也有幻觉,最后一直想要跳楼。 师君师母好,大家好,阿弥陀佛。 没有,那个师兄就打电话跟我讲,他一闭起眼睛就看到叉叉,看到叉叉后面很多一团一团的黑影,令到他心很烦躁,他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上班,就很想跳楼,去到窗,想要跳楼下去。 他打给我的时候在哭的,真的是哭,一个大男人在哭,听得也是很心动。 那我说,你认不认得我?他说,认得你是骚动上司。 我先问他,我说,你会不会念不动明王咒? 他说,我不懂得怎么念,平常他是要念的。 那我说,没关系,你还记得师尊吗? 师尊我记得,我记得我的根本上司。 那我说,你会念念念花童子,师尊信咒吗? 他说,会。 我说,你先坐下来。 他坐下来,我就带着他念, Om Guru Nen Sen City Home, 这样子慢慢慢慢带他念。 三天以后,他完全好过来了。 就念师尊信咒,念了三天,完全好过来了。 感谢师尊的加持。 这是一位跳楼的,就回来。 他本身要跳楼。 然后,应该香港的那个常治也听过吧? 对,还有常人,你也知道这件事。 对,他已经上去顶楼了,要跳楼。 那少东上司呢,叫他念上师心咒。 他就念了,念了以后心就慢慢平静。 因为他眼睛一闭,就看到叉叉跟所有后面的那些鬼, 要他跳楼。 要他跳楼。 结果他没有,他是被欠回来。 被欠回来,没有跳楼。 现在就在我们这里面了。 现在目前人在,人在我们这里。 也就是在台湾雷藏寺。 目前人在台湾雷藏寺。 所以大家要记得,当你心里烦躁。 当你睡不着。 当你听说要你跳楼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告诉大家。 那绝对是跑到他的那个辅寺,跑到叉叉辅去。 绝对是抖不够的。 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事情,越来越多,我听赵少东跟我讲。 另外听了几位,问他们几个人求证。 香港人有没有这回事。 常人上师他也知道。 常志也知道。 那不知道的还有多少呢?